欢迎收看五二慧客室 国外惊悚鬼案系列单元 我是何慧荣 双集我们有谈到过 泰国的正妹杀人犯 一度让青少年价值观崩坏 这一集我们同样聚焦在泰国 死亡博物馆展示了 一具干尸模样吓人 但这背后暗藏连环杀人犯 专持孩童身体器官的恐怖故事 我们把时间回到1954年 泰国一处市场附近 一名八岁的小女孩在运河旁边 遭歹徒手持长刀要下手 碰巧有路人经过惊动了嫌犯 小女孩捂着喉咙的伤口 狂奔逃命躲过死结 但过了一个多月之后 1954年的5月19号深夜 另一名11岁的K女孩 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她先是被拖到火车站来杀害 唤行地方之后再来分尸 而且过程当中一路被拖着走 被找到遗体的时候 体内的脏气并不完全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想到这还只是刚开始 前前后后有将近六名孩童遭锁定 被残忍 自猴杀害 甚至遗体都不完整 不见的居然都是体内脏气 而这些死者的共同点 全都是未成年的孩子 有男童也有女童 而不亦而非的心脏肝脏 居然是被凶贤放进口袋带回家 犯下连环杀人犯的嫌犯这些举动当中 就好像去市场买个猪肉回家一样平常 实在是骇人听闻 而回到家之后 她还会把这些脏气放进水壶 清洗完煮熟之后 嫌犯就会把得手脏气给吃下肚 除了刚刚讲的11岁K女孩 同一年11月曼谷6岁的M 隔年6月跟10月 班务黎府有这个其中的Y 还有10岁的N 他们不断地故技重施 一直到1954年的2月6号 她对仅仅5岁的M男童下手 M男童的父亲还有叔叔 看孩子迟迟未归 出来寻找的时候 发现嫌犯正在放火分尸 整起连环夺命食人案 终于宣告破案 而消失的内脏为何要吃掉 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恐怖食人魔 这名食人魔人称细伟 他的本名是黄丽辉 出生于1927年 是大陆汕头的农家子弟 同时也是家中老妖 但因为家境贫寒 小小年纪经常在街头游走 也难以抵抗较大年龄孩子们 对他的欺负 即便怀恨在心 他也无力反抗 有天他遇到了一名算命仙 告诉他 如果你想要抵抗霸凌 那就多吃一些心脏还有肝脏 从此埋下了吃食内脏的心魔 但这时的他还没这么当一回事 18岁的时候入午参军抗日 黄丽辉曾经被日军围困几一个星期 面对死伤无数的士兵 再低头看着机场碌碌的自己 黄丽辉第一次吃了人肉 就为了活下去 而他也在战后顺利退役 随着家乡许多人一样 决定移居到泰国谋生 1946年年底 黄丽辉偷渡到泰国的帕纳空神 而他为什么会被叫做戏伟呢 因为来到泰国之后 当地人不太会念他的本名黄丽辉 总是戏伟戏伟这样叫着 到了泰国的他没有一技之长 从事辛苦的农田工作 身体越来越差 这让他想起了过去算命先的那句话 吃心补心 吃肝补肝 便开始了泯灭人性的连续杀人犯行 当然犯下杀人罪行就是错的 但又是什么样的外在因素 让他原本以为到了泰国 就可以展开全新人生 最终却成了吃人的魔鬼呢 在这边补充一点时空背景 一般我们理解的泰国排华情节 通常讲的是1945年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华人渐渐控制住泰国的经济命脉 排华情节开始蔓延 1938年到1944年的这一段期间 泰国的蓝皮问政府主张 为泰主义 但实际上 泰国政府从华文教育限制 并同化华人 这种强化民族意识的手段 早就开始了 透过法律管理华人学校 各种限制甚至要求停办 黄立辉就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 资深来到泰国发展 经常想要饱餐一顿 恐怕是都有困难 当然不论如何 犯下连环杀人案 就是不可逆的罪恶 1959年9月17号 系委黄立辉被执行了死刑 遭到枪决 死后 他的遗体居然被拿出来研究 还做成了干尸 血管则是注射辅马铃 展示在死亡博物馆 不能入土为安 甚至是以这样的站姿 呈现在玻璃柜里头展示 几十年的时间 死后还得罚战士人 没两年还要替他打打落 泰国不少家长借此来吓唬孩子 说你要乖乖听话哦 不然就会被食人魔给抓走 一度成了都市传说 而食人魔戏尾所有犯行 也被翻拍成电影食人狂魔 据说影帝段奕宏演完之后 一度入戏太深 情绪有些崩溃 因此改过姓名 电影当中详细刻画 细伪对生活的绝望 造成人格扭曲 何尝不是反映出一种 弱弱相残的悲哀 自己从小身体虚弱 疾病缠身 却残杀比自己更弱小的孩子 从第一次下手 双手还会颤抖 看到佛像会想要参拜赎罪 到后来的得心应手 让人不寒而栗 但电影的最后却埋下了伏笔 因为被判刑的细伪 遭到枪决 枪声响起之后 居然还是有小孩子失踪 并且遭到杀害 这又代表着什么呢 连续多起的连环杀人案 可能并非全都是细伪所犯下的 因为一开始被捕的时候 黄历辉并没有承认所有的案件 更否认吃人肉 加上刚刚提到泰国当年返华情节严重 冤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为根据这些孩童死亡的地点 分站在泰国四个不同的省府 但对于仅仅一个大陆来泰国的移工 独自跨区犯案似乎也太高难度了 加上一开始提到 不是有一名女童幸运活下来吗 但她说她是有看到嫌犯的脸 并非细微 加上其中几名孩童 也不是真的有器官上的缺失 那么何来实用器官一说呢 更何况 过去确实可能会有刑囚逼供的手段 还有一说 当时警方哄着戏伪告诉她 你只要承认犯刑 就送你回家乡 这样的威逼利诱之下 有没有可能从头到尾 只是一桩冤案呢 姑且不论是不是冤案 即便是囚犯遭到枪决 也没理由擅自把遗体做成干尸吧 后来医院把食人魔标签拿掉 虽然试图携寻来寻找她的亲属 但没能顺利替她丧葬 直到2020年7月23号 黄立辉终于从玻璃橱窗解脱 不用再罚战世人了 而曾经在电视剧中饰演她的男星 瑟鹏也在火葬当天向她计划 告诉她你解脱了 如果想要做什么功德 托梦给我吧 也从此结束了长达60年 被摆在寺王博物馆橱窗遭唾弃的展示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没能厘清 究竟黄立辉是否犯下这些恐怖恶行 也不禁让人想问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弱小男子会成了食人魔 还是是当年不健全的制度吃了他呢 这集完整讲述了 看似食人魔锁定孩童连环杀人并吞食脏气 没想到事件的最后神转折 却仍然没能得到解答 而上一次有提到过泰国的美女杀人犯 受到青少年盲目追捧的扭曲价值观 也推荐您一并收看 可以点击上方连结 这都让我们有所警惕与反思 败高踩低 有时也许是人性 但真正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 又怎么能够是罪恶犯行呢 导正思想才不会误了自己一生 关注中天社会频道我会客室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何慧荣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